电影《从文》的真人 禽兽不如的邱德森 在去年12月 因违反了晚上9点后的外出禁令 外出约40分钟而遭到起诉 2月11号 他现身于法院了 在当前的审判中 邱德森表示 因为和妻子吵架 一时生气而离开了家 之前也曾出门过几次 警察让我暂时坐下 保护观察官来说让我回家 我就回去了 就这样结束了 邱德森在法庭承诺 以后不会再擅自离开家 会严格遵守保护观察官的指示 他还表示 因为自己是基础生活保障对象 所以没有钱支付罚款 邱德森的国选律师也表示 被告已经认罪 并承诺不再犯罪 希望法院能考虑到 他是突发性的离开家 并且立即返回的事实 对此检方表示 邱德森的态度轻跳 认为如果遇到好的法官 罚金可能是150万 如果遇到不好的法官 则是300万元 考虑到他是靠领取生活保护金 维持生计的事实 对他判处罚金 等于是国家负担责任 检方祈求对邱德森判处 一年有期徒刑 而在审判中 当法官询问检方和律师 是否还有话要说时 邱德森抱怨地苟叫 呃不是 邱德森抱怨地说道 国家每个月才给我100万元 如果要支付罚金就没钱了 请减少罚金 审判结束后 在回应记者 关于是否承认 违反外出限制命令的指控时 邱德森简短地回答了是 他还进一步提到了 家庭方面的问题 表示他的妻子要求离婚 然后他突然还提到了 自己过去犯下的 并表示 当周围的人试图制止他时 邱德森坚持地说 然后继续说明了自己为什么外出的原因 网友们对这天邱德森的行为感到非常反感 纷纷留言要求死心 也对媒体们对他的照片进行马赛克处理表示不满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就算打上马赛克了 还是能感觉到肮脏 很多没犯罪的老人在捡纸箱过日子后孤独死去 而像土都孙这样的人却每月稳稳领取120万 人权主义者们看到了吗 说点什么看看呢 你们整天指过犯罪者的人权是疯了吗 一出狱就应该被再次拘留 防止他们回到社会上是最好的方法 看他紧握拳头的样子 真想打死 应该要建一个专门的地方 只让罪犯居住 让他们一辈子都无法踏出 过着他们自己的生活 在这么不安全的环境下 要怎么生活啊 其实前一阵子 韩国的执政党有提出一个 就是像美国奇迹村一样 做一个让这些对女性做坏事的罪犯者们 共同居住的地方 但被在野党反对了 所以想问一下 大家对在自己的国家建立 类似奇迹村的专确 依法律强制将对女性 有犯罪行为的人集中居住的模式 支持还是反对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